修行人要有出离心 要有这一个菩提心 然后要修中观正见 这是师尊讲的 不是我讲的 那么修持中观正见 我们要有很多的佛学知识做参考 然后组合起来 我现在来念一篇文章 这是我二十年前 《青鸿明夜心》里面的一篇文章 叫古道 不是古道绿茶的古道 但是也是那两个字 来时迷迷茫茫 去时雾远云风 沉沙滚滚如梦 苏醒南密东风 心随浪潮而去 回卷装方之事空 一寻来时之路 哪知自身其中 剥开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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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陷自知牢笼 何处可寻归途 自心古道可通 未离千古道可寻来时之路 未离千古五台 未离千古五台 二十几年的时候 我所写的诗句 整本的大义 就是以中观政见的角度来写 这一种写法呢 也叫做禅观思维 也叫做禅观思维 中观政见就是一种思维 但是为什么 中观政见 有很多很多的知识 有很多的这一种理论可以学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 还是不解其意 还是偏人 因为你没有寻找自心的古道 这个古道叫什么 在离法上叫中观政见 在四法上就是内法通脉 叫理事圆容 这两个法合在一起 你才会开悟 不然都是偏的 就像我说 修行人不学中观政见 你连菩提心都会被磨灭 你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 因为你看不见你的自心 这个古道 你要出离 从哪里出离 出离要从自心的古道出离 四法就是中脉 一个是修中观政见的思维 是离法 修内法的通脉 是四法 当你的内法 这个中脉通畅 心轮打开的时候 你来行观 就有所得 不然 还是没有办法 亲证 你还是看不到回家的路 你来行吗 消灭